就是我首先其實是覺得有一點感慨 因為我最近在協調處理的事情 其實 因為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關於這個軍人身心健康 國軍精神衛生管理輔導措施的問題 而最近我在協調的一個案子 就是國防部跟衛福部在互告的 關於衛生教育知識不足 造成可能歧視的這個問題在打官司 那這一點其實看到兩個部門現在正有官司 但是又必須同時在這邊報告 其實我是真的覺得有一點感慨 那在這邊有多位委員其實都有提到的 這個軍官士官的退場機制的這個問題 我想我也認為這個很重要 但是我就不在這邊重複罪述這一塊 我要在這邊比較強調的是 其實從最近我們在協助的這個案子來看 那再到整體過去這段期間 國人都很關注的一些問題 包括人權教育的問題 人性化的這個環境等等 在這邊我希望各位可以有一個思維 因為要問什麼問題 許多委員也都問了 那我過去幾次要求國防部提出來的 關於這個人性化的環境跟人權教育的報告 其實我也看得出來 可能各位要寫這個報告給委員 也都覺得壓力很大 但是也不得不寫 那看到今天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來的報告 其實老實說我們也沒有看到真正去處理根源的問題 正如同其實國防部之前針對幾個這個身心疾病案件 幾個個案來跟我們報告的時候 讓我們了解的時候 也有提到 有一些個案 因為身心疾病這一類的精神疾病有兩種嘛 有一種他可能是自己在這個方面 他需要這個定期的服藥 定期的維持他的這個穩定的狀況 另外一種可能是環境的問題 那之前國防部的這個派人來跟我們解說一些個案的時候 也有提到有不少人是環境的問題 所以他離開了國防部以後 他身心狀況就可以復原 那這個是表示環境本身是不是有問題 但是我們在這個報告裡面都沒有看到寫到這一塊 因為我在想的不只是怎麼退場 有人事應不良當然會想退場 這個我們要把它建構完成 但是我們也希望留住人才嘛 我們現在招募這麼不易 所以不只是 我們現在已經是用盡所有的方法不讓人退了 結果他最後導致有人心理疾病 有人自殺 那我們現在開始讓他們可以比較退 有比較好的退場機制 但是我們同時要想怎麼留住人才 那這一塊我們在報告裡面 還有後來我請國防部交給我們的人權 我說叫人權失敗報告 人權教育的這個不完備不落實的這個報告 裡面看起來就是為了寫而寫 那這個我在這邊 我昨天一直在思考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讓整個國防部重視 其實他本身是有人權教育的這個問題 人性化的空間 人道的空間是不是不夠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我也不太想今天再叫你們提報告 你知道嗎 因為你們一定就是把本來那個報告再去怎麼樣再多寫實驗給我 那在這邊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那這個觀念是我其實在協調這一個 我剛剛講那個個案的問題上面 那個這個那個愛知的那個個案 我發現有一個問題是 以這個報告跟那個愛知的個案 我跟大家交流一下 看大家有沒有辦法因為這樣子去思考未來改進的方向 就是我們在講檢討的時候 大概也像今天提出的報告這樣 針對那個愛知個案的檢討方向是 要怎麼讓這個我們國防大學裡面的老師跟學生認識愛知病 他沒有去發現他可能是人權跟歧視的問題 認識愛知病現在已經全國都在宣導 大家不會不認識 跟今天面對這個身心疾病 不管是焦慮症 躁鬱症等等 大家去認識這個疾病可能知道 但除了認識除了疏導以外 你這個環境到底有沒有去避免造成焦慮症 我們沒有在想這個問題 國防部沒有在想這個問題 這一點我希望國防部今天再做 各位我們朝這個方向去想 因為我們要留住人才 今天不管是我剛才講的這個愛知病的這個 個案的問題 還是身心疾病 精神衛生的這個問題 我們要檢討的方向不會是要怎麼去認識這些疾病 要怎麼去避免這些疾病 而是我們怎麼在大環境上面 形塑一個人權的空間 不要每一次都發生案件以後搞到還要跟政府其他部門互告 然後所以這一點我在這邊 我也不是說一定要你們回答我什麼 因為我也有理解到硬要你們回答 硬要你們寫報告 都是在提這個 其實我們是不是可以反過來一個思維 就是怎麼讓軍隊去適應 社會已經進步了二三十年的這個 多元 人權 自由的這個空間 那因為我們最後只會讓社會越來越適應不良 是把社會裡面栽培出來的人 丟到軍隊會越來越適應不良 因為軍隊的進步比較慢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改變的不是怎麼去 輔導 加強輔導這些 從社會進來的這些人 不管是進來念書 進來服役的這些人 不是 因為他們離軍隊已經越來越遠了 因為他們已經走進一個進步 多元 人權 自由的一個社會 那我們的軍隊在這一塊 就改革比較慢 所以與其 一直思考怎麼去 給他們正面的能量 給他們正向的價值 如你們報告裡面寫這個 我覺得某種程度 讓國防部慢慢的 進入一種體質的改變 不是個別軍人的體質改變 而是國防部體質的改變 那這一點我是真的非常善意的 我也不想要每一次都是用 針對人權教育用罵的 然後要求你們寫報告 那我期待 新的國防部長進來 我們也不可能靠換一個部長 可以解決這些事 因為大家一定要一起努力 那我其實在 未來下半年的時候啊 我們會針對這些部分 包括軍隊的體質的改變 人權教育的部分 我會更有耐心的 跟各位一起來溝通 希望說不只是要要求報告的這種方法 謝謝 對 那我們真的是 徹底的把這件事情解決 那不只是給軍官 士官讓他們怎麼退場 我們要留住很好的人才 我們要讓外面的人好想進來 他不會覺得進去好可怕 他已經距離現實的社會越來越遠了 那一個國防部是一個好可怕的一個 已經不食人間煙火的一種管理方式 那我們不希望是這樣 我們要讓好多人想進來 那進來的人不想走 那雖然也還是要有一個人性化的退場機制 但是大家都不太想走 也不會有人生病 也不會有人自殺 那這個是國防部要改變 而不是個別的軍人 我們要去疏導他 不是 我們一起來改變這個軍隊的體質 士弟 委員剛剛講的 我們感受很深 所以我今天我想也是最後一天的啦 那我們之後 在新的這個政府的這個期間 我們用新的態度一起來努力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